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望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2月6日星期六的接近中午時間 這次有我許留山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 Raymond Bujjjur 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柳基波羅仔 紐西蘭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好 借少少位講一下 很多網友對於社長的肉象意粉 都有相當多的評論網 不要緊 每個人煮菜的方式都不同 大家不妨過去看看 社長版本的肉象意粉究竟是怎樣 每個人的方式有些不同 不要緊 不過我看起來都挺好吃的 社長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好 所以有些人說 社長是不是很自大 社長多謙虛 還可以啦 所以這些都是污衊來的 那我們先說一下 這堂事就不是污衊了 擺明你是有錯的 這個李卓人又出來害人了 這堂人 都是這樣 大家好好地 維園那些花市的 現在被你整天喊陳兆史 怎樣不行 怎樣不行 現在都給你們 酌量地可以搞一下 讓你們可以散貨了 大家趕著散貨的時候 你這個李卓害人竟然出來攬炒 好 那是不是要 他們在做一個搞事呢 那我們說一下昨天什麼事呢 他們支聯會在那個年宵都有擺攤位 那你就收到兩張食環署的告票 就說他的攤位裡面呢 就擺放了一些跟鮮花無關的物品 要求他即時搬走啦 否則就終止合約 那就好了 那等一下再怎樣捏下去呢 我們等一下再說一下 現場圖片看到 他們雖然有弄一些什麼反六四的那些之外呢 我看到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他竟然在他的檔口裡擺籌款箱 這個呢 吃飯了 已經可以說 大哥 你擺一個老鏈這麼大的籌款箱 當然是跟鮮花無關啦 他還有一張 除了一個老鏈這麼大的籌款箱 還有一張鬼迷這麼大的海報 寫著守護公義基金 買花之後呢 喂 可能你買兩塊 買兩塊啦 你給了五塊水 接著說 喂 三百元不要找啦 進去幫忙守護公義基金啊 好不好 跟吳孟達那個人人有功能一樣 說不要找 這些進去呢 就捐給大家的 好不好 那你就不好意思啦 是不是 你們光顧李卓人 喂 還有啦 我們要說一下啦 李卓人你現在呢 再出來搞叫人捐錢呢 不行的啦 是呀 真的很多人 我相信啦 因為太多檔了 現在你看到 年最大的檔 六一二都 經常都哭了缺糧啦 你還去領一份喔 那麼多人要爭吃 那麼好自然呢 沒有影響啦 收入的啦 更多足少啦 這一方面我可以幫你 何俊仁呢 不是 李卓人呢 幫大家補一補飛 他的記憶啦 喂 你最近才買一層樓啊 哦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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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不進錢進去 你叫我進 是不是呀 你起碼以身事章 起碼像劉小麗那樣 哎呀 我將呢 我賣樓的利潤呢 我捐一半給支聯會 那我就相信你 是不是呀 你不要說的喔 你真是好笑的 他不吃完支聯會那份都算很好啦 你還跟他說 要扔錢進去支聯會 你有沒有搞錯啊 其實這檔支聯會呢 經常都... 就是這樣說 成立以來已經有人懷疑他們那幫人呢 是上下其手的了 一直都有人懷疑這件事 不過大家都是愛於這個面子問題 就不出聲而已 大幫人有懷疑的 這個是fair comment來的 因為從來你自己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有幾多人是質疑過這檔東西的錢銀 出出入入 你可以上網查 那當然 你說上網那些人是亂來的 那都有可能 所以我就說 現在就是大家有懷疑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好像這檔東西完全不是自己的一樣 如果你很愛惜這檔東西呢 有些人賺到錢都會扔一些下去的嘛 就是其他的那些東西 賺了錢都會扔一些下去這檔支聯會那裡的啊 理論上是不是? 那就不是啊 還要年年 春秋二祭是不是? 他有一個成功的標誌呢 就是找這個蔡耀昌的哭漢 是吧?哎呀 哭到呢 哭到一句句這樣 大家一起跟著他 哎呀 算了 哭完就沒事了 哎呀 他們都這麼賣力啊 這麼感動啊 不刺激的 又要塞回一百幾十塊錢 塞回黑衣兜那裡 所以見到這個支聯會呢 你跟我講一下真的很好笑 你覺得你還放一個紙皮箱 整個生果箱 整箱橙這麼大的箱來裝銀紙 哇 你沒有過份一點啊 是不是? 你都很大貪啊 剛才社長說了 如果你被人覺得你是上下其手的 你到了你如果那個賣樓那裡 你的筆錢拿回來的 你連扔法 給人聽我扔一些下去啊 這個假動作都沒有 這個假身啊 踢球那樣的假身啊 你都沒有啊 喂 倒閉啦 這個李卓人 是不是? 接著呢 他那個檔叫什麼呢? 他買了兩個檔的 他寫著平反六四 戰鬥到底 自由花圃 為自由 共命運 共抗爭 接著呢 剛才講了 三分一個檔呢 兩個檔加起來的三分一檔呢 都是拉著一些Banner呢 叫守護公義基金的 喂 劉小麗不來的 為什麼? 那時候好像劉小麗幫過那些事情啊 那看著 站在這裡呢 幾個在那裡賣 賣花啦 什麼共命運啊 什麼什麼差的東西啊 母親的愛啊 什麼來的啊 這些 接著戴著口罩 又弄了一個hip hop的妝啊 李卓人 他弄了那個鴨嘴帽就反了在後面那些這樣 拿著那個麥克風呢 這些很明顯是有備而戰的了 食環呢 又不會拿著麥克風來跟他說的嘛 是不是? 他拿著麥克風來當自己好像唱卡拉OK那樣 卡拉OK的那隻麥克風這麼大的 要拿著去啊 那跟那個叫做食環的理論啦 那後來也有這個sir呢 過來要調停一下 那去到深夜的時候呢 就要 他們搞到這麼大壇啦 後來又拿一些鐵馬封住那個檔啊 還是怎樣的 就下令呢 要他們今天啦 即是6號的早上呢 就要交回那個檔出來 因為太離譜了 那後來呢 支聯會一幫彈散啦 叫那些義工來呢 就一起清場啦 那這個李翠人就裝了 我們會做得多久 得多久 我們不管他們那麼多 所以現在啦 我們最新的那個資料呢 我們還沒有 但是呢 沒有辦法啦 人家叫你7點鐘交回那個檔 他又不交喔 那就繼續在那裡要開啦 那食環都相當之好脾氣的啦 給一些鐵馬圍住你 讓人不能夠再走到他的檔那裡啦 那他就說 咦 食環都沒有明確的說 他有些什麼展示了 一些什麼內容是違規的 那麼剛才說了什麼 他還有說放些什麼民主女神像呢 那個民主女神像呢 他本來又縮骨喔 那個女神像呢 本來就不是什麼 不是那些什麼物品 不是那些花瓶啊 不是那些什麼的嘛 他竟然呢 挺愚蠢啊 他走去呢 在他背脊啊 就是這個民主女神像呢 很小的時候 我想 腳板那麼大而已 男人腳板那麼大而已 那麼他在背脊呢 隨便黏在花裡呢 用膠紙黏在花裡呢 假裝是盆栽的賣啊 啊 我賣花都不行啊 其實呢 你就想扭啦 只要想賣這些舊東西而已 是不是啊 我就看到他有一些花瓶呢 寫著香港人家人 其實呢 都不是什麼花瓶來的 是一個膠瓶來的 然後插些花 這樣都可以 都可以當是賣花啊 啊 還有啊 我看到他那個攤子呢 那個鏡頭不是拍得光啊 基本上呢 拍到他接近70%左右的攤子 那個打橫的範圍呢 你已經看到就是Do Re Mi Fa Sol 有五個籌款商啊 還沒計算在旁邊的那個紙箱啊 他籌款商 後面啊 還有一個很大的QR Code 哦 是啊 這個突破極限啊 這個大個Pizza幾倍啊 這個像麻雀桌那麼大啊 這個 哇 喂 我們以後要講了啊 Pizza這麼大QR Code之外呢 是麻雀桌那麼大 這些厲害 一Q彎就一Q高啊 是不是啊 QR Code那個Q 是不是啊 現在就放了那些籌款 這些太明顯了 你籌款上中央 哦 真的啊 我現在出數 到啊 到啊 是啊 就去了一個轉數塊 哦 轉數塊來的啊 一個網址 一個網址 打開了轉數塊 哦 這樣啊 他就有一個樓了 又說自己賣售球花這樣的 然後又說五大壽球 那些還是怎麼樣 但是呢 他們這些花呢 它有一個出事的位置 那些本土派呢 見到就不買的了 因為那個膠袋 套著那個壽球花 那個球 那個膠袋呢 很大的字 像Made in China 那些本土派那些出品物 都是內地進口的 很多都 連那個什麼 追求民主自由 那個招財進補那個 那個月曆 都是在內地印的 哦 這樣 啊 是啊 這些香港都很難搞的了 哎 很老實的 那些紙啊 那些紙都是外國 多數都是國內來的 是吧 嗯 那李卓人呢 自己搭著摺椅 搭著摺椅在那裡 然後就坐在那裡 自己扮在那裡 好像避受打壓那些 四面圍著圍蘭圍他啦 那繼續跟那些食環的理論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影響了旁邊人的那些當 是吧 喂 你一方面在那裡賣這些東西 喂 人家的隔壁當就賣花的 你不是的 就扮是賣花 其實就是賣他們自己當的東西 希望人家十多兩元 還要放在籌款箱在那裡 大吉利是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了 他當了這裡 好像是維園的集會 那些燭光賣妹那些 人家來買賀蓮花 是要拿他二頭的嘛 是吧 就是大吉利是 你在那裡買 不是啊 他在墨埃啊 不是啦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意思 我在旁邊買著賀蓮花還是怎麼樣的 你在那裡墨埃? 你玩東西 接著他就說為什麼人物愛 我們不是說取笑他們為物愛那個去世的人 我們只不過意思是 你看清楚什麼場合先 你做show也沒有做到這麼過份 是吧 現在大家都來買賀蓮花 開心開心的 你不是 將你們那些什麼 什麼 又黑底白字那些東西啊 籌款商啊 當自己去支聯會擺街站那些這樣啊 就是你 因為你太離譜的是什麼呢 你這個實際籌款商啊 太多了 還有那個QR Code呢 人家PISA這麼大國已經很過份了啦 或者擺四個 有沒有擺四個國啊 整個檔四個檔 幾位大國這樣才是嘛 是吧 你這樣才可以擺到的嘛 你不如整個銀行戶口號碼打出來好嗎 你擺了他那個QR Code呢 就有所有資料的 包括他在恆生銀行的號碼 哦 這樣啊 這樣啊 這個也相當過份啊 是吧 你這麼欠錢呢 而且那個QR Code呢 還... 就是掃完之後他們開了一頁 是他們說的那一頁 就是他們什麼 他們當東西 去年做過什麼的 壞事啊 他們去年呢 就做過登廣告 和這個的簽名行動 和網上聯署三樣東西 哦 實在太少了 那如果去年的收入 就說 就是 意思就是 告訴大家 我們去年就做過些什麼 那現在你繼續呢 捐錢給他們呢 就是說 資助他們繼續做這麼無謂的東西 這些毫無成本的東西 應該說是 嗯 現在就假裝了 自己 哎呀 我們進了這麼多貨回來呢 竟然啊 賣不到 被人搬走了 怎樣怎樣 不是搬走了 是他們自己搬走了 不是啊 食環都沒有搬你的東西啊 其實叫你們 你違反了 所以要你們不准再用個檔 是不是 其實很公平啊 好了喔 跟著又說什麼非常遺憾啊 又說什麼要追究呢 食環終止合約啊 還是怎樣 跟著食環的方法 你跟上頭說呢 跟我說是沒有用的 是不是 你現在真的要取消你的合約了 你擺一些不應該擺的東西啦 那現在就糾纏著了 應該都搬走了 跟著那些什麼差的東西 蔡耀昌啊 又在那裡吵 又說什麼沒有理據啊 又說哎呀 那些花菜賣不完啊 那送給一些地區的好友啦 區議員 又好 什麼都好 就派回給市民 還好笑喔 你連食環都不放過啊 說食環有違這個程序公義 憤怒和失望 什麼程序公義啊 就是現在他們是違約在先啊 那間食環什麼事啊 喂 你不是賣花啊 正正經經的賣花嘛 你就搭不同的東西下去 其實就搞到是 它成當的根本不是賣花的 你畫了區是賣花 搞這樣的事情 籌款嘛 就是好像熱血 時報那樣 訂報紙 訂好多份 但是不用寫地址的 那個概念是一樣的嘛 是啊 概念是一樣的 那你說那些數目清不清呢 其實就是這樣說 他們那些數目就放上去的 但是就沒有什麼人心救過那些錢是怎麼用的 經常都說要籌錢起那個六四博物館 還要是網絡六四博物館都要籌150萬去做的 網上喔 整個網站要150萬喔 就是我不捐錢給他 所以我沒權質疑他的 都可能 但是有什麼網站要做150萬這麼多? 如果你捐了錢 你都質疑他 那你就是鬼咯 通常是這樣的 定論就是這樣 是啊 你問這個問題你就五毛咯 簡單的嘛 其實你說這個聯會的作用最初是什麼 你想一下作用是什麼 是支援內地的民主運動嘛 但是內地民主運動好像收了期很久的 那你那些錢去送去做什麼?送給一些維權律師嗎? 雖然蓋上期一定是怎樣的 都要繼續 這個火是不能關掉的嘛 所以現在呢 連食環都不放過了 而且什麼差事都是罵什麼公義啊 又失望啊 不合法合理啊 又怎樣的 又說什麼強硬來啊 直接吃環 封了他的檔 就已經是動搖了香港的法治社會啊 他講的 香港有動防 但是沒有動搖法治社會啊 動防都動搖不了香港的法治社會啊 雖然他們想 但是都阻止不了啊 這個很難啊 這個似乎就不太行 回到正題了 現在他們為了個花檔呢 他們說就有個機會給他們籌錢啊 他說會採取法律的控告還是怎樣的 不排除啊 會司法覆核啊 又是給那些御用大廠賺啊 就是他們常常用那些 支聯會御用大廠 要花一些律師費才行的嘛 是不是? 就像612那樣 專門給雙屬的律師開單的 沒錯 又要學一下東西這樣 學一下東西也要開單啊 找些官司回來打一下咯 喂 沒有官司打 怎麼開到這麼大條數出來啊 是不是? 好啦 又說什麼叫做 什麼五大壽球啊 五個壽頭啊 這些是什麼呢? 什麼太陽花都是共命運和 封信紙就是共抗爭 你買五個壽球花呢 就是五大壽球決得不可 就是他們支持他們五大綱領啊 哇 就是有人說得出來的五大綱領呢 我都寫個復字給他們 那他們在那裡吵 他說我寫平反六四奮戰到底是我們的宣傳策略不行啊 然後食環說 這樣 那你們寫恭喜發財啊 那和我花當有什麼關係啊? 有些花會會恭喜發財啊? 會說的啊? 那你當這裡是衙門那樣 我都不得已知了 那好吧 這個李卓仁呢 現在就終於掩擋了 好 恭喜他先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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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